居亥2019年在感情与婚姻有比较明显异动的生肖,分别是 属龙的有红鸾心灵宫,属狗的有天启心灵宫,属鼠的有咸池心入宫 所以属龙的女性,今年节时郁庆宇结婚的机会很高,已婚的女性就必须寄送红鸾心,以免红鸾出墙的情节上演 所以属狗的男性,今年节时郁庆宇结婚的机会也很高,已婚的男性就必须寄送红鸾心,以免小三,婚外情的事件发生 属鼠的女性有闲时心入宫,这是一颗烂桃花心,必须寄送 另外,还有太阳心灵宫,必须寄送太阳心,以免年内各性冲动一起事端 属虎的男性有太阴心灵宫,必该寄送太阴心,以免年内优柔寡断及受益性的压制 今年属龙的有1964、1952、1976、1988、2000等年生的人 今年属狗的有1922、1993、1970、1982、1994、1958等年生的人 今年属鼠的有1996、1972、1984、1960等年生的人 今年属鼠的有1962、1974、1986、1998等年生的人 本会会员可奖免费计划凶新的服务 报名请下6262447878